韩哥 榴莲爱好者 你得先闻一下 韩哥 爱惨 看丁臣弟弟推得多远 弟弟都快跑出去了 韩哥的表情不好 浓吗 韩哥 你这表情搞我很想 试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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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吃榴莲的时候 我就喜欢把它们动硬一点点 然后再吃 怎么样 是不是 简直就是吃到了一坨榴莲 榴莲爱好者吃了 肯定就是他们的天花板 要不要尝尝 你也不敢吃榴莲 对 旁边就听着我不吃 我不吃我不吃榴莲 我们这边都是聚集榴莲派的 这就是我说过的那个 就是我把榴莲动硬之后的口感 拒绝榴莲 你离我们远一点 谢谢 榴莲跟豆汁让你们选的话 选哪个 榴莲 要不就喝榴莲 要不喝豆汁 要不吃榴莲 哎呀 这怎么回来叫哎呀呢 这个豆的口感真的可以的 这个味也太大了 小金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 榴莲的时候我就喜欢动硬一点点 好像 怎么了嘛 詹琪 我的天哪 我担心一个自知二哥的人 至于吗 哇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榴莲 你知道全国榴莲协会回来找你的 上头上头 不太行 我不太行 不要在我这里说话 什么意思你想 怎么了 和琳 有一些笑笑话想对你说 怎么了 怎么了 有事吗 我跟你说 你没事吧 听我们说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们没事吧 我现在年轻的敌底 多大路 2楼 축了已经上了